在你们生活当中 有没有不允许对方穿着的底线 就比如说她穿成什么样子 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 我觉得太娘吧 我可能就没办法 她穿着你 对 她肯定是 太娘她不接受我 不然有可能有一天 你会看到我穿娘的衣服 这种感觉不会 对 我其实跟买个在一起 就是我已经非常的 没什么太多要求了 因为她有一次 我记得什么时候 我特别不想 我忘了是去年吗 还是干嘛 她居然给我染了一个 白色的头发回来 就是那种 白银白的头发回来 她还染过绿色是不是 没有 是什么颜色 橘红是吧 她还染过橘红的 是不是橘红 还是红啊 你知道吗 那个颜色就是很可怕 你知道吗 染完回来以后过两天 她就掉颜色了 你知道吗 掉完颜色以后 就是那种 那种沙马特 这是哪个托尼给你弄的 然后我真的 她那个时候染那个头发 我真的连一句话都不想跟她讲 就是看都不想看她一眼 你懂吗 就是 所以其实我对买哥 我挺宽容 只要她喜欢她愿意 我还是会 虽然我不喜欢 但是我还是会让她去做 你不要挠头发 我都看见了 挠的肩膀 她不挂挠肩膀 你自己说你是不是 我是 其实我跟你讲是为什么的 为什么 因为本来我黑头的时候 她也不怎么说话了 那我就染一黄头发 那就更不说话 再染回来黑头发 她就觉得好看 就跟我说话 你明白你要给她产生落差感 是不是 让她感觉到